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做等速度運動的升降機內 由於被生長的彈簧拉住的物體 這物體的話,他受到彈簧的壓力 彈簧的拉力 有張力梯 問題是他為什麼沒有動 因為他地板有給他摩擦力 這時候摩擦力跟張力底下 如右肚所示 拉住物體 A靜子在地板上 就是他等速移動的時候 A是靜子在地板上 如這個圖所示 金化線 A突然被彈簧往右拉 代表他摩擦力 就是他的摩擦力減小 最大靜摩擦力 他能夠把它拉動的話 代表他越過了他的最大靜摩擦力 代表他的最大靜摩擦力已經減少了 那最大靜摩擦力減少 為什麼會減少 因為他正向力的話減少 那正向力減少為什麼呢 因為什麼呢 代表他有個等效忠義場往上 等效忠義場往上 那等效忠義場往上的話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電梯的話呢 他的交度是往下的 代表他減少了 如果他速度是往那邊的話 那個交度往下的話代表他減少了 好 所以一直判斷了 此生交機可能運動什麼 A 他說加速上升錯了 加速上升的話 他裡面的等效忠義場往下的話 他正向力會加大 他最大靜摩擦力變大的話 他更大不動他 所以A是錯的 B的話 他減少上升 這個對 上升到減速代表他交度往下 交度往下 這是對的 B是對的 狀態吸血下 加速下降 加速下降 他是往這邊移動 那往這邊加速代表他交度往下 這個也對 交度往下的話 這個正向力減少 正向力減少的話 最大靜摩擦力減少 他就可以拉動他 這樣看呢 D 減速下降 速度往下 速度越來越小的話 大小越來越小 代表他交度往上 所以這不對 交度往上的話 交度往上的話 等效忠義場就往下 等效忠義場往下的話 這正向力會變大 所以D是錯的 然後他說 1 2 2 等速運動 如果等速運動的話 他本來是拉不動他 他最後還是拉不動他 這個最大靜摩擦力沒有改變 所以這也是錯的 所以大家應該選B跟C 1 2 1 2 2 3 4 3 4